HELLO 大家好 今天分享完全不動鍋 只要兩分鐘就可以享用的焦糖布丁 但如何做出有彈性 而且又綿密細緻的布丁呢? 先來看看材料 首先必須要準備耐高溫的容器 沒有玻璃杯 用厚厚的馬克杯也可以 先放入一大匙的砂糖 然後一小匙的水 不需要攪拌也不需要加鈣 1800瓦特微波爐先加熱30秒 用微波爐做焦糖很容易過焦 所以每30秒為準慢慢加 這樣的焦糖還不夠焦 顏色還很淡 所以再微波30秒 30秒後 看已經有焦糖顏色和香味了 這時候的容器非常的燙 小心不要燙到手 接下來要加二分之一小匙的常溫水 小心焦糖會噴 要一滴滴的慢慢加 要一滴滴的慢慢加 加完後稍微搖晃一下 讓焦糖均勻 然後放一旁 待涼後 放入冰箱冷藏30分鐘以上 這是30分鐘前用馬克杯做好的焦糖 看焦糖已經結成不流動的硬塊 一定要讓焦糖結塊才能倒入布丁液 不然焦糖和布丁液就會混合了 現在來做布丁液 只要將所有的材料倒入一個容器 120克的牛奶 一大匙的砂糖 然後一顆蛋 就這樣 材料簡單 攪拌均勻 一喜好可以加點香草精 攪拌均勻後 倒入有焦糖的容器之前 一定要用網子過篩 把沒有攪拌均勻的蛋白過篩掉 才能做出細緻的布丁口感 還有倒入的容量也不要超過八分滿 以容器大小 如有剩餘 就做另一杯焦糖倒進來 然後不要加鈣的 微波五十秒 1800瓦特 1800瓦特 50秒是剛好的 布丁只要多十秒 口感就有差別了 瓦特弱的應該多少秒呢 判斷的依據就是 微波後的蛋液 像這樣中間是半生不熟的狀態 就必須停止了 焦糖液也都沉澱在下面 沒有浮上來混合 再來用保鮮膜 蓋好 等慢慢冷卻 余溫就會慢慢的 將中間餵熟的部分凝固了 等冷卻後 放入冰箱冷藏兩小時後 就可以享用了 剛剛剩下的少許蛋液 也微波五十秒 忘了蛋液少 不可以微波到五十秒啊 變煮蛋了 苦苦 哼 還在滾 兩小時後來試吃囉 玻璃容器的平滑細緻的布丁 馬克杯的坑坑洞洞 煮蛋 把它們倒扣在盤上 搖不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平口比平滴仔呀 哎呀 搖一搖 嗯 好 出 出 出 來 了 咦 底部朝下的掉出來了 哈哈哈哈 趕快翻過來 哈哈哈哈 馬克杯就沒有倒不出的問題啦 但可惜加熱太久不滑嫩 所以大家首先必須試試看自家的微波爐 只要中間半生不熟就必須停止微波喲 好 這樣就可以做出滑嫩的焦糖布丁了 隔天前期重新用寬口的容器再挑戰一次 成功順利的倒出來了 嘿嘿 但是即使不用倒出來 這樣吃也就可以了 看這麼滑嫩的布丁真的入口即化呦 吃了 開飯 就好了 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